猫和老鼠 连载将近90年 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同年共同的欢乐 那幽默的风格总是让我们觉得十分轻松 除了汤姆和杰瑞这两位永远的主角之外 里面还有很多经常有情出演的配角 他们和两位主角一起为我们带来了诙谐有趣的故事 汤姆和杰瑞打到算是五五开吧 不过另外还有五个角色 他们也能把汤姆制服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狗爸爸狗爸爸 是这部剧中的力量担当 他非常的强健 并且比较凶悍 由于需要将大型犬只控制起来 他带着一个犬链 不过狗爸爸的智商似乎不是那么的高 有时候甚至会被汤姆给耍一耍 但是如果狗爸爸生气了抓到可怜的汤姆 就很可能会用简单的暴力惩罚汤姆 可以说是这部剧的力量担当的 不过关键时刻 狗爸爸还是靠得住的 只要不被肉骨头欺引 第二个狗宝宝 这是一个非常萌萌哒的小狗狗 也是狗爸爸的儿子 有的时候会因为想要保护结坠 而和伙伴共同捉弄汤姆 不过是没有什么坏心的啦 作为一只狗宝宝 每天需要做的事 就是喝牛奶和睡觉叫拉 有腾爱自己的老爸兔家 真的是很幸福的童年 不过狗宝宝如果睡觉被惊醒 就会打嗝不断的 这一点也是非常可爱的 第三个流浪猫 这位不仅是一位运动健将 长得比汤姆要社会一点 并且似乎是住在垃圾桶当中的野猫 关于这只猫的背景 可真的不小 虽然当初是一只流浪猫 但后来被汤姆主人收养 在家中也是各种坑死老实人汤姆 并且第一个结局中 汤姆的女朋友跟这个黑猫跑路 是浑落魄的汤姆选择了 坐在铁道上 远方传来火车的鸣笛声 第一次结局 第四个杰瑞的表哥 杰瑞的表哥 是一只力大无穷的老鼠 经常会和一些猫咪打架 并且实力非常的强悍 那些猫咪见了他纷纷躲避 不得不说是超强的存在了 有这样一位表哥照着结坠 应该也是很自豪的吧 而且表哥特别还送给结坠一身衣服 有了这身衣服结坠 也可以偶尔冒充一下表哥 不用那么躲着汤姆了 第五个女主人 女主人是非常神秘的存在 因为很多场景中 我们只能看到女主人的下半个的身体 看起来似乎是有些微胖的丰满女子 她的出现一般都是在某个场景里 汤姆被捉弄以后 女主人就会突然出现 手中拿着鸡毛胆子 看来女主人的存在 应该就是为了惩治汤姆吧 如果汤姆不犯错误 这位神秘的女子也不会出现 不过女主人的上半身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真的很是好奇呢 更多精彩动漫内容 关注微信公众号 中二病患者 residual 深月 ��其 平凡 Rocket 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